哈喽 大家好 你这怎么来参加我们节目 还淋这么大一个箱子 这是下个火车 直接就来舞台了吗 不是 我问一下 我们邀请的是第一组嘉宾吗 你是上次的嘉宾了 我要请的是00后 我说我是00后 你信吗 我也信 稍微成熟一点 其实我不是00后 我是00后的姐姐 00后的 那您是 您的弟弟还是妹妹啊 今天来的 是我妹妹 你猜她乱乱了 妹妹不会是 去洗手间了吗 不是的 您再猜猜 再猜 不可能在箱子里吧 东哥 您真聪明 她确实在箱子里 有点累 睡着了 要不您把她叫醒吧 赶紧拿 我知道我们第一位00后的 这个选手是非常厉害的 从小就练习这个柔术 但是这也 你把她打开吧 我的天哪 孩子啊 赶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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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箱子 这箱子这么 你是怎么进去的 你在这里面睡觉 睡着了 你这平时就在箱子里睡啊 睡啊 不憋得慌吗 不憋得慌 很好玩 两个人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快点 这太期待你们了 都叫什么名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柔术小精灵 王一诺 今年11岁 来自恒大城 有城市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一诺的姐姐 王亚琼 今年21岁 是一名大三学生 特别 欢迎姐妹二人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 一诺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练这个柔术练了几年了 三年多 就怎么开始想着 要练习这个呢 二零新年的年底 我偶然间看到了一些柔术视频 我遍摸放视频中的动作 我发现这些动作对我来说都很容易 比如 下腰 就是说来就来啊 哎哟 雨差等等 而且在我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一点也不痛 就开始练习更高难度的动作 你不是说呢 那我要先问你一个问题 还有问题 你问 就是用什么那位子呀 雨农哥哥 那肯定用手嘛 那我和你可不一样 我用脚 我还要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这问题挺多啊 你平时 你平时玩射箭吗 你这还问对人了 特别喜欢这个射击类射箭类的游戏 而且我射箭反曲弓 基本上十米之内是百发百中的 是用手吧 你不废话吗 那不用手 那还有脚啊 对呀 我就是用脚 这个吹牛的本子 你是跟姐姐学的吗 对呀 好